大家好 我是阿麦 今次我們去到深圳 首先會分享一個十分鐘就可以過關的方法 是極度之少人 全程都很舒服 亦都會分享其他口岸相對要用多少時間 亦都去試了一個蟹煲 一個蟹煲兩個人已經夠吃 只是八幾元而已 亦都有燜到很軟的豬手和雞腳 兩款都入味 帶大家去看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麦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subscribe、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follow我們instagram 我們首先講過關很快 而且不多人的方法上去深圳 讓大家參考一下 去到港鐵的上水站 出來左手邊有條短的樓梯下去 過了馬路就會見到一個小巴van的總站 我們沿著小巴站靠右手邊直行 就會見到左手邊有一個巴士的總站 其實是上水廣場的地下 而右手邊就會見到一些跨境的巴士 我們今次就會原文感動口岸進去 這個位置有得賣車票 是20元 同一個位置應該可以去到澳門 所以大家上車的時候要問清楚 跨境巴士下面也可以放大型行李 車廂裡面我們當日是星期六過去都坐不滿 所以不用怕很多人好逼沒有位的情況 12點47分開車 12點57分10分鐘就已經到達文感到口岸 下車之後我們就去過關 因為裡面是不可以拍攝的 有自助的過關 每部機完全是不用排隊的 過完關之後就馬上出回來這個位置 見到對面馬路有一個後車處 就是我們再上巴士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過了香港關口只是12點59分 只是用了兩分鐘的時間 之後我們就再上車去深圳過關 到了深圳這邊只是1點04分 剛才過來5分鐘都不用 深圳過關出來只是1點07分 整個過關的程序只是用了10分鐘 我們出到室外的地方直行 再出了站 左手邊有個過馬路的地方 就會見到敏感地鐵站的方向 過了馬路 沿路都是一個大直路 由剛才過了關出來 走到地鐵站大約只是5分鐘 而我們今次就要去大劇院站 是由9號線敏感站 坐5個站去到雄寧站轉3號線 再坐多一個站去到老街站轉1號線 再坐多一個站就會到大劇院站 全程只是16分鐘坐8個站 我們介過由香港的上水站 經民感度過關 大約是41分鐘就會到深圳的大劇院站 我們有大概講一下 相比在羅湖和福田口岸要過去的時間 坐港鐵上水去羅湖是6分鐘 上水去羅馬州是12分鐘 以我們平時過關的經驗 羅湖和福田口岸 整體的過關時間大約是20分鐘 而大家都要留意過關之後 我們要上深圳的地鐵需要安檢 通常都有大量的旅客 都要等5分鐘左右才上到地鐵 之後羅湖站去到大劇院站是6分鐘 福田口岸去到大劇院站是15分鐘 總共的時間 由上水站去到深圳的大劇院站 經羅湖過去總共是37分鐘 經福田口岸過去是52分鐘 以上的分享都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然去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時間 我們當日經民感度過關是十分舒服 過關快之餘是沒什麼人的 沿路深圳的地鐵也是比較少人 之後我們就會介紹今天要去的餐廳 在大劇院站B的出口 地鐵是連著KK摩商場 KK摩之前的影片我們大約都介紹過 也有介紹KK摩的外婆家 大家可以去看 而今次的餐廳就在地鐵同一層 地鐵一直進去 KK摩直走到尾 我們經過麥當勞 就會到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半哥娘肉蟹煲 其實它有點像餐廳又或者快餐店 兩者之間我們有些位置坐到外面商場的位置 另外一邊又建有正常餐廳的家位的位置 也都有一排的四人位 這裡不知為何經常都會播出香港80年代的歌 好像譚詠麟、張國榮、Beyond、張學友 又或者陳懷閒那樣 看一下餐牌 其實食不算多 主要都是吃一些煲類的 它最出名就是肉蟹煲 會員價是168元 原價是188元 這裡寫了已經有肉蟹和雞腔 配料就有薯仔、豆腐、蓮膏 另外你可以加雞腔是25元起 還可以加上仔排應該就是排骨 還有蓮膏、牛蛙又或者麵等等 辣度可以選五辣、微辣、中辣又或者特辣 之後還有個蝦煲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見到只是多了金菇 也都有高蟹煲 高蟹煲就更加貴 原價是228元 有牛蛙煲178元 也有鳳爪煲、豬手煲、鳳刺煲、仔排煲 也有些涼菜、菜有生菜和小食 飲品都有 譬如有汽水、啤酒、白酒和白飯 我們叫了個肉蟹加蝦煲 有個火蟹下面熱著 整體都挺熱的 有肉蟹兩隻 還有蝦大約是11隻 還有雞腳大約有十幾隻 薯仔、年糕、豆腐 雞腳是十分之軟 不算很大隻那些雞腳 用筷子已經可以煮開 整體已經很入味很軟 整個鍋的味道當然是同一隻味 而且有少少像薯仔炆雞翼的味道 調味整體都很夠味 試一下肉蟹 肉蟹其實不算大隻 可以說小隻 肉蟹都挺滑的 肉真的不多 蟹的膏是沒什麼的 而且蟹蓋都很小隻 我勉強弄了些膏出來 就只是這麼多 如果主要想吃蟹膏的朋友 就應該滿足不了你了 蟹鉗就真的小得很緊要 大家看看我放在匙羹的比例 但不知道它是否小隻的關係 它的肉相對都挺嫩滑的 年糕是正常的味道 都挺煙硬 不會說超級粉的 薯仔整體都入味 而且是挺軟的 豆腐不算很大塊 但都挺滑的 而且入味都不錯 整體都叫濃味 還有我覺得有些油 可能有雞腳在 可以叫一個白飯去送一下 它裡面又有薯仔又有年糕 如果兩個人吃就已經夠了 都只是200元以下就已經可以買到單了 我們又叫了一個豬手雞腳煲試一下 豬手煲 豬手大約有10隻以上 雞腳也是10隻以上 還有鵪鶉蛋也是10粒以上 年糕和薯仔 豬手都煮得很軟 每一塊都很大隻 而且真的有很多隻 皮和肉都會有 不會說很瘦 又或者過份肥那些 這個鍋是更加濃味 它的味道就像香港南乳豬手一樣 是完全很夠味的那隻 這個時候覺得真的要白飯 但吃了飯又會很飽 吃得久的時候 職員就會替你換了骨碟 而這裏不好的地方就是火 大約5分鐘就會關掉 當然我想你叫它換 它都會換個新的 但我們就沒有這樣做了 我們兩個人自費 叫了兩個鍋 沒有加任何東西 是人民幣356元 好了 今天我們吃完半哥糧肉蟹鍋之後 我們覺得價錢都算正常 但我就不太建議吃肉蟹鍋 因為蟹的尺寸真的很小 我覺得吃豬手煲 是能夾到這個煲 和整個味道 因為這個煲主要吸引的地方 所有東西煲得很軟 而且一鍋東西的味道 是更加夾豬手 又或者是雞腳 燜到很軟的時候 熱辣辣地吃 其實真的很好 送飯煲著來吃 兩個人其實已經足夠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 訂閱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按下旁邊的小鐘 和follow我們instagram 拜拜